李明忠先生 我們懷疑你身為公職人員收受利益 現在要拘捕你 公職人員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如果收了利益 去判個合約給承辦商 固然是犯法 但也要小心唐醫陷阱 有中國理關要主 我們大家合作得這麼好 現在你又要調職了 話上就調了 這麼快 如果以後沒有中國理關要主 真是不方便 這樣也有可能影響監管的工作 也要小心觸犯法例